哇,這裡就很大塊頭 沒有問題 今天我身兼兩職有兩個工作的 這個地方大家看到我鋪射了很多燈 這個山頭就會被我們點亮 打開燈光秀 今天我身兼兩職有兩個工作的 第一個呢,試一下這個車 好,這個車名字有點長 叫長安歐上Z6致電IDD 這個車其實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 上次我已經拍過一條視頻了 你還記得嗎?我跟公子在裡面唱歌 就是這個車 它還有一個用遙控的鑰匙 就是開出來 有這些很有趣的一些功能 啊,教士真的怎麼做到啊 還有一個呢,就是WOW 我們的那個服裝那個品牌 它一直跟我說要找一個野外一點的地方拍一組大片 所以我就推薦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好是好啊 山啊,水啊,各方面都超漂亮的 但唯一一個問題就是沒有電 就沒有那個戶外接電的這種設施 所以呢,我就趁開這個車出來試車的這個機會 因為它有一個外放電這個功能 這個車可以支持3000多瓦的這個外放電 是足夠他們這個燈光 背景燈光之所用的 另外一個呢,是等入夜以後 我希望他們拍一組燈光大片 這個電源我就用這一部長安 C6IDT去幫他們去實現 所以真的是蠻挑戰 你看一下這個山路就知道很厲害不得了 而且像純電的車我肯定是不敢的 純電的車你上到山你沒電你怎麼辦 真是叫天不定,不硬叫地不靈啊 而且純電車太重了 也會有一樣一個問題 這個車剛好 這個當然它不輕啊 相對汽油的純汽油來講它不輕 但是它那個重量還是下到好處 但有一個什麼好的地方 就是它在這種上坡的時候 它扭力非常好 所以就不存在那個什麼 油離配合的問題 甚至自動檔很多都是雙離合的嘛 你像這種慢慢羅車的情況下 但這種動力的配置就會有優勢 我輕輕貨著那個油它就可以慢慢上 打著滑打著滑就上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這套動力的一個優勢 另外一個這個動力的話 在這個地方的一個表現不能做準 但在高速上面的話 我剛剛一路開過來的話 也是可圈可圈 尤其是超速的時候 那是信心滿滿的 幾乎是在任何的速度段 當然我是說在法定允許的這種速度段裡面 它絕對是可以做到動力非常的充沛 你只要加油它就收出去的 這個就是這種平台電動化以後的一個優勢在 我這次過來這個路上也試到了它一點 它是一個綜合續航能力很強的這樣一部車 我廣州過來100多公里吧 我電這塊我跑了現在還剩85% 油這塊它可以跑969% 加起來輕輕鬆鬆1000多的這樣一個續航 因為它電這塊這個車是很大的這個電 28度多的這樣一個電 所以它這次存電需要就可以150公里 所以這個是很厲害的 對於這個小吃 另外一個呢 現在時髦的輔助駕駛也有了 這個車基本上在高速公路上面的那種L2級別的輔助駕駛 它是水準以內的 這個完全也沒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再算上這個終端的零售價 再看一下它目前同級裡面也就15萬級別的 這種車它中和的這個產品力真的是相當棒的 到了 哇大部隊已經來了 你看我我就是挑皮 有好路不走 偏要挑這種路走 把我的同事嚇得不輕 他們走大路過來從那邊過來 就在這座山的山腳上面已經開始了 怎麼樣這個場地還不錯吧 其實呢在路上我和同事也探討一個問題 像這種車它現在變成了這種帶插電的火動力以後呢 除了它可以上綠排 除了它可以有一些電車的駕駛方面的一個特性以外 它有什麼就是在使用習慣上面 也可以給大家一些新的賣點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一個討論 其實這些車的一個存在 有人說它就是為了政策方面存在 我覺得真不是 這種的使用場景在MPV上面 我已經覺得的一個好處 教育的用戶開發一些新的一些用戶場景 例如它可以變成一個移動的休息的空間 它可以不用熄火啊 長期的電池28度電 一天是足夠的 或者是一個晚上來這個地方露營 這個地方變床 就變睡覺 另外一個又可以等人 等人的時候你等太太或者接小孩等放學的時候 在這個車上面你可以盡情享受空調 看車類的一些電影也不用鑿車 這個就是它新的一些用戶場景 有了這些使用的習慣以後 而這些都是原來的汽油車連帶 大家很少會用到一些使用場景 就是因為這種新的技術帶入了 大家被教育了 或者說開發出來這種工作場景 它就會有一個更好的一個吸引的一個地方 例如今天來到這個營地 它除了帶我們過來看路爬山啊 這方面以後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車的性能 實際上它的工作就是充當今天工作的一個工作站 包括一些電腦 一些閃光燈要充電的對吧 那個閃光燈要充電 一個電腦要充電 我們的模特在外面那麼曬 現在外面溫度30多度 會溶的那個裝是不是 這個就可以休息 也可以給那個電子產品充電 都會起到這方面的一個作用 看一下這個車 其實它整體一個尺寸 為什麼我說它那個電池已經很大了 因為它那個尺寸不大 你看這個車 真的不是很大的一個尺寸 和我們熟悉的什麼CRV 或者說Rock4 這個差不多 好像比那個還要更苗條一些 但是它那個電池已經去到28度電 然後它上面的高科技的裝備全部都有 包括你看這裡有個攝像頭 這個攝像頭幹嘛用的呢 我走進來 識別了我的人臉 我就不用帶鑰匙了 上車之前識別我就可以開門 然後裡面也有這方面的一個車主識別系統 我就可以直接開車 所以這一方面就是這種科技更新 這個產品力的一個更新 給大家帶來這個好處了 好接下來我就等天黑 天黑以後 這個地方大家看到我鋪設了很多燈 這些燈全部亮起來 這個山頭就會被我們點亮 會出非常漂亮的這個篇 和大家匯報一下今天晚上那個車 它需要那個用電那個情況 像這些燈泡 這燈泡淘寶上面買的那個工具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一共買了多少呢 買了一公里吧 然後這裡兩條路全部鋪滿了 這裡大概200多米 然後下面我們做了一個造型的 一個WOW的一個很大一個造型 那裡又有700米 然後還有像這些攝影燈 這攝影燈其實功率單個功率是大的 但是我們只是充電 所以充電功率也不會很大 這個都還好 整體我算了一下 再加這些再加這些 還有一些造型的一個燈光 有一個SPORT的那個點亮的那個燈 2800多瓦吧 就足夠把這個我要的那個效果去可以實現了 當然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那種很亮的探射燈那種 不是 我只是要一種氛圍的燈 氣氛的燈 例如我想像一下我 如果我們只是不是拍照 我們只是露營 只是露營的話 這個車可以帶起整個營地的兩個帳篷 那些燈都夠的 然後再帶兩個那種戶外空調 我們的投影儀 這個車3300瓦的外放電 其實是完全是夠的了 說實話我自己的那個房車那麼大一個 我的房車的外放電的 都只有3000瓦 所以3300瓦有人說不夠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產品 的確它可以做到6000瓦 但事實上 據我玩那麼久的房車 戶外這塊3000瓦是足夠了 而這個車有3300瓦 來應付今天的那個需求完全是沒有問題 那現在時間到下午的7點20分了 距離完全天黑 還有十分鐘 但這時間是最好的 因為又未黑曬 天空還有少少光 背景和我為大家準備的燈光 才可以拍一張最美的照片 這時候我要找他幫忙 我的工具車 我只需要一句密碼 告訴他 拿一把口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點亮這個場地 你好 四廖 你好 打開燈光笑 好的 請示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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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角度 我有煙 好漂亮 好漂亮 我們的主播周周 大家都很熟悉了 他說有個心願叫走星光大道 所以今天我們在荒山野嶺 我帶你過來 不用怕 就是要為你探望山光大道的 除了這裡有個握的背景板 然後那裡有一個牽導台 我們透過那些光過來 然後在後面那個山卡拉的地方 我給你準備了一條200米的新光大道 走 我帶你去看 200米 嗯 就在這裡了 真的假的這麼多 可以嗎 好漂亮 哈哈 哈哈 哇 哇 嗚в 壪 乖 乖 大家看到成果了嗎?你覺得滿不滿意呢? 還有這件工作或者這個場景你覺得是我的功勞大些 只是長安歐上Z6ID的功勞大些呢? 你不如給個答案我告訴我吧 如果是他聰明一點的話我不用做了,交給他吧 那今天的話,我覺得就將這輛車的各種功能全部用盡了 好了,起碼來到這裏我可以延由優先一路開過來保住電 來到這裏用電去做一些正經事 整晚在這裏包括所有的燈光 我們是沒有接到任何的市政電的 全部都是靠這輛車去供給的 如果大家需要的話,今晚還可以在這裡露營住 那輛車都可以提供一整晚的空調 我想這就是從有車變到現時的插電車 或者電車對我們的汽車生活場景的變化